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20号的《火力交战》 我是维宾 大家好 我是Jan 请问 那今天也是这一个 《世界古智书生日》 那今天我们的课题 将会和大家探讨到 其实儿童也可能会患上 这个《古智书生日》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马上进进今天大主题吧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古智书松症》 是属于老年人的常见骨骼疾病 殊不知 儿童也有患上这种疾病的风险 甚至还会对成长过程造成影响 有者认为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快速阶段 一旦骨骼与肌肉生长之间 发生了不平衡 可能就会造成《古智书松》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此外 想要有健康与良好的骨骼状态 就必须从小开始进行保养和护理 在日常饮食当中 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趁着《世界古智书松日》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儿童《古智书松症》吧 小朋友也会患上《古智书松症》吗 那对于这个课题 我们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就是小儿客医师 唐秀萍 Vivian Dr.Vivian 你好 唐医生 你好 嗨 Jay 韦彬 大家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其实这个谈的《古智书松症》 相信大家应该极少听到说 原来儿童也会患《古智书松症》吗 对啊 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 可是因为这个是《世界古智书松日》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是 因为这个好像一下以来 我们都认为是一个老人家的问题 都是说尤其是女生过了更年期 才会有一般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儿童 OK 既然谈到说这个女性更年期 是不是代表说男生跟女生本身的这个股量有差别呢 对 其实如果是我们从那个股量来看的话 小孩子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从他出生到他新成熟的时候 大家都差不多 无论是男或女 可是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就大概会有一些的差别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 男生的股价会长得比较快 而且他的股价不只是大 而且他的股量也会随着 他的那个骨骼的大小 而变得更加的多 那就比较差别就是在于那儿 OK 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图表 那他这个图表就显示出 我们在不同年龄层的这个正常股量 那在这里就要请 Dr. Vivian来跟我们讲解说 青春期和我们这个更年期 它的那个差别是如何的 其实青春期的话 主要是说女生 你出今来了之后 然后女生你边生 或者是说你搞完的那一个size 变得比较是大的时候 或者是边生的时候 都进入了我们青春期 女生大概是11岁到14岁 而男生稍微比较晚一点点 大概是13到17岁 那在这一个时间的话 其实是我们应该要 就是说除本的时候 怎么说呢 如果是我们可以在青春期 我们可以摄取足够的概量 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矿物质 或者是维他命D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就是补质密度 达到最高峰 就是我们所谓看到图表 在中间的那个pick 就是峰值点 那这个峰值点的话 一般来说 会是大概是20到30岁 那当你在这个峰值点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开始流失 我们的质量 那如果等到在30岁之前 储蓄很够的一个 就是说股本的话 那你接下来的时间 从30岁开始的话 你就有本钱去流失 譬如说女生来说 在11到13岁 你可以储蓄到的你的流量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相等于 我们就是说绝境之后 30年的流失量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男生技术跟女性技术的话 在更年期 我们会慢慢地 它的量会减少 在这一个 就是说 这一个临界点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的股值 它的流失量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 很大意义的 就是 它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 就是这个峰值股量 然后我们要在30岁前 就要一定把这个钙质给补充好 那以免呢 接下来我们流失的这个过程 可是如果万一 在30岁之前 没有办法把这个钙质补充足够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呢 对 那如果就是说 你本钱没有储蓄够的话 那你就算你 就算你不用的话 那一定会是说 你就是有一天 你就是根本就是没有本钱了 所以你会有什么风险呢 你就会有增加 你的骨折的一个风险 或者是说 你的骨密度不够多的话 那你可能都会觉得 全身酸透 那 全球性的一个报告来说的话 其实三分之一的女性 50岁过后的话 至少会遭遇骨折一次 而45岁以上的女生 她的骨折 所造成住院的那一个天数的话 是比我们进行任何的手术 譬如说心脏病啊 或者是说你有糖尿病啊 或者是你有肺炎住院 它是住院最久的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多数的骨折的都没有症状 所以它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话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一个 骨折 好 就是隐形杀手这样子 那我们要保持这个骨量的好处 那当然就是降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然后减少骨折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症发展13年 这个什么意思呢 医生 这个就是说 以一个研究报告来说 每增加10%的骨量 你就能够延迟骨质疏松症发展了13年 所以本钱储蓄得好 那你就可以延展 就是刚才说嘛 50岁的时候 我跟Jane的话都可能会有一次的骨折 可是如果我们的那个骨本存得好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延迟到60多岁的时候 才会遭遇到骨折了 所以还是会发生啦 只是可以延化 压后一点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 把这个焦点放在儿童的身上 那儿童跟成年人之间 发生这些骨质疏松的症状有差异吧 有什么不同 以一般小孩子来说的话 他们的症状会比较是轻 所以比较主要是看到 或者是就是听到的主要的症状 还是以可能一些肺部疼痛 或者是他会觉得负重的一个困难 其实骨折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见的 负重的困难是怎么说呢 就是提不起很重的东西吗 还是可能他们的那个背开始就会习惯 还是什么 就是他觉得把 就是说负重的意识 就是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脚板其实是承受着 我们身体的压力重量 所以他觉得说这负重有一点的压力 因为他可能觉得疼痛 所以他就不想站起来 就是脚有疼痛感 好 是一般是脚板或者是膝盖 或者是整只腿没有力吗 是怎样的 都有可能 好 那小朋友患上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原因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为什么会患上呢 它的原因的话 其实比较常见的话 如果是一般的原发心的话 主要还是会不会是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药物的作用 还是平常代谢性的疾病呢 再加上最近的话 血液加重了 书包也比别人来得重 而且可能也没有办法 像以前一样 可以到户外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日晒活动 再加上现在的饮食结构 也有一些比较偏余 比较精细 或者是小孩子也可能 比较喜欢就是说一些汽水 摊酸饮料之类的饮料 就是还有一些加工食品 精致食品 还有就是当然 现在小孩刚才医生提到 就是他们可能在户外的 这个暴晒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我们稍后再请教医生说 到底要多长的时间才算适合 那小朋友其实如果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医生 到底他们会面对的风险有多危险 会有生命危险吗 其实就以那个风险来说 如果是以一般遗传性 或者是代谢疾病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原生性的话 它可能会有就是说 播发性的骨折 而造成致命性的问题 那第二的话 也许是因为它的骨骼 因为它的骨密度不够 所以它变得比较脆弱的地方 它就会变得有一点形状会凹陷 或者畸形 它就会变得比较吐起来 所以就骨骼会畸形 那当然第三的话 就是因为这一些问题 所以可能造成一些疼痛 那第四的话 小孩子的话 因为骨质疏松症的话 我们知道小孩子的生长跟发育 是跟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它也可能会造成 生长发育的一些辞职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骨质疏松症 对于这个小朋友的情况 其实也是 对 危害挺远的 对 危害挺大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一点 那当然其实这一块 它还有分为两个不同的 那个原发性 以及这个激发性 它是不同的类型 那稍后我们再请Vivian医生 来跟我们好好的讲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看一看 世界上人体柔韧性非常高的人 有哪一些 世界身体柔韧性高的人 韦杰·沙玛 来自印度的韦杰·沙玛 身高177厘米 惊人的身体柔韧性 让它获得橡胶人的称号 它不仅能轻松地用脚 加着水壶喝水 更可以准缩着身体 穿过直径20厘米的网球拍 在2005年 它曾钻进一个长33厘米 宽40厘米 极高48厘米的大箱子内 再钻出来 此举更成功让它打破吉尼斯记录 成为世界上肢体最柔软的人 扎拉塔 来自俄罗斯 身高175厘米的扎拉塔 凭着令人惊叹的身体柔韧性 而被称为世界上最柔软的女人 曾打破吉尼斯记录的扎拉塔 在4岁时就发现了自己的特殊天赋 她可以把身体最大限度的向后弯曲 直到上下半身完全重叠 此外她曾在拍摄短片时 在磁力共振扫描机中摆出各种姿势 结果医生发现她的韧带 竟然接近于婴儿的韧带 并没有随年龄而变硬 沙尔克 来自巴基斯坦 外号蜘蛛侠的沙尔克 身体柔软度极高 在2017年更成功打破吉尼斯记录 它所挑战的项目 是在身体弯曲的同时 把脚放在头前 转动臀部 再以脚打圈 在这项挑战中 沙尔克成功在一分钟内转了38圈 足足比旧记录的29圈 多出了9圈 欢迎回来 那配合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古智疏松症日 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儿童的身上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上的另外一端 是有我们的唐医师 唐医师想请教一下 你刚才有提到说 很大部分的这些小朋友是遗传性 但是有一些是后天的 比如说食物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是吧 一个就是原发性 那一个是激发性 跟我们谈一谈说 这个到底什么东西是原发性 是说它比较跟遗传 或者是一些基因 比较有关性的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成虎不全 其实成虎不全的话 就在接下来的那个端子 我们会再多加一些叙述 那原发性的话 就是成虎不全 或者是纤维性结构不良 那甚至是超发性青少年 出生症的话 它这些都是跟我们的 可能一些基因 或者是一些排除性的问题 而造成可能我们的 正常的组织 就是骨骼的组织 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好 那谈一谈说 先谈我们一调一调一调 这个成虎不全是 先天性生下来就这样子吗 对 因为成虎不全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熟成的玻璃娃娃 那玻璃娃娃的话 其实它的话是 主要是我们的 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基因突变 那它其实会分成很多不同的亚型 那第二型的话 其实是致命性的 就是说小孩子可能在妈妈的 就是子宫里面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开始有一些骨折 那当它说 如果是说这个小孩子经过产到 它是自然产的话 那它可能出事的时候 就是因为就是说 就是很多的那个 致命性的骨折而丧失生命 哦 哇 OK 那其实在我们胎检的时候 都可以做相关性的一个检查 OK 我刚刚接到问说 胎检的时候是查得出的 是吧 是 还是需要用CT scan 这样子扫描才有 没有 因为你一般上来说的话 就算是普通的 就是说产检的话 一般上来说 妇产科医师 他会量一下小孩子的头围 他的腹围 还有他的大腿的肥骨的那一个长度 而来特别就是说 小孩子的那个体重 有没有随着他的那个周数而增长 那如果是说妇产科医师 他有发现到 小孩子的那个骨头 他的那个亮度 从超音波看起来的话 可能不太 就是说他可能太亮了 或者是太暗了 或者是说他有发现到 有一些就是皱褶区 那也许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他就会做进一步的一些问诊 那这个情况算是 可能胎儿在母体里头 可能他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吸取到钙质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不对 因为是成骨不全的话 他主要是因为基因突变的关系 所以的话他是跟妈妈 就是补充钙质 有没有足够是没有 直接的一个关系 好 了解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刚才这些虫不全 接下来就是纤维性结构不良 那这个纤维性结构不良 又是怎么回事 纤维性结构不良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增长骨组织的话 其实会被转换成一些纤维组织 纤维组织是什么意思呢 他好像就是说好像我们有一些伤疤之后 他就变成疾痂 所以的话他是一个早见的骨骨疾病 他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活性巨蛋白的基因突变所造成的 那增长来看的话也是一样 他可能就是说一些骨骨的畸形啊 或者是骨折 甚至看到的话 这小孩子他可能也有一些内蜂蜜疾病的问题 譬如说他的生长激素过量分泌 所以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就是长得高高收收长长的 那是说因为他的那个纤维组织 就是代替正常的骨头脂肢的话 所以他可能就是头骨的话 就可能是凹陷感觉不太均匀 那甚至他会造成我们视觉或者是听觉的一些构造问题 那医师其实这个纤维性结构不良 在大概小朋友几岁的时候就可以撤得出来呢 就是一出世就可以知道了吗 如果我们一般临床看得到的话 主要是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皮肤色素沉着症 就是说小孩子出世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有一大片的 在他的身体有一个斑点 而且这个斑点的话 不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说胎字 可能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梦 还是说一乘一公分的 它是一大片的 所以在这些小孩子 当他好像说他的左臀 他从左臀到他的那个左大臀 他整大片的一个黑色素沉淀的话 在这些小孩子 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 譬如说他的那个虾肢 有没有长短不低 所以这些都是 骨质疏松原发性的其中一个症状是吗 对 好 那刚才谈的是比较偏向于小朋友 那青少年一般会发生 这个原发性骨质疏松的状况 又是大概什么年龄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排除性 就是特发性青少年骨质疏松症 就像我刚才讲的 当小孩子进入了新成熟 然后进入了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他的骨格 他的骨架会突然间被拉长 而且就是说当他被拉长的时候 可是我们可能那个骨密度 我们可以给予他的那个矿物质的量 是不足以去承受 跟他的那个骨架的成长 是成正比的话 那小孩子就有可能会发现 这一个问题 那通常来说的话 他主要发生的症状 主要是在青春期 大概是一到四年之前 那他只要进入那个青春期之后 他们的那个心肌数得到平衡之后 他可能的症状 譬如说疼痛 他就会慢慢减缓 然后之后他就会自己被消除掉 所以大概几岁呢 就是青春期的话是几岁的吗 这一个的话我会是说 如果是男生来说 可能他是在十岁到十八岁这一段的时间 好 那这个症状跟之前那个比较小的小朋友 又有相似吗 或者什么差异 这个的话会是比较是后面才发生的 因为他只要是跟我们的那个新荷尔蒙比较有关系 所以是比较是后面 那临床来说的话 小额科医生 因为我们有时会看到就是一些小孩子 他们来就是说骨骼疼痛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检查上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任何就是临床的一些骨骼疾形 或者是说有一些骨痛 或者是说你甚至有看到他驼背啊 肌胸啊 或者是骨骼侧弯等等 那我们才能够说 这可能就只是growing pain 那如果是说你有就是说以下 譬如说你可能有发现 小孩子的话有駝背啊 或者是有鸡胸啊 肌骨骼侧弯啊 或者是你进行他一个就是说X光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小孩子其实他的那个醉体的话 其实是有比较凹陷进去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会进入这一个特化性 青少年骨质疏中症 那你这个时候不只是要检查就是骨头的那个矿物质 你可能也是要检查一下 他的那个新荷尔蒙的那个指数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扫数这一方面 就是鸵背我们大概懂 就是他的那个背开始会弯了 那如果是肌胸的话 那个情况会是怎么样 肌胸的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前胸 会稍微比较往前面突出 就像真的是像明如其这种 就我们形容说肌跟肌一样的一个胸部 这样突出的 就是往前突出 OK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是这个原发性 青少年的这个骨质疏中的问题 其中一个症状 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外话问一下 于是这个Scoliosis我们的S字这个追 这个也可能是骨质疏中的其中一样 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是青少年来说的话 其实第一个你要看他有没有 就是说遗传 因为其实在青少年的话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是 遗传性的那个就是说骨头侧弯这个问题 特别如果是男性的话 要就是说要进入一个鉴别诊断 看他是不是一个比较跟这个相关性 肢体免疫疾病有相关性的一个疾病 OK 男性 你说特别是男性 特别是男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僵直心关节炎AS 就是周杰伦好像也是这一个病症 那这个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肢体免疫的话 是比较有相关性的 如果你是有这一个的话 你需要就是追踪治疗 因为他可能在过后 你年长了过后 可能他会有相继的一些并发症 OK 好 那了解过了这个原发性的种类 那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激发性 那激发性呢 这里总共分为四个不同的一个症状 那我们请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OK 激发性的话 就是以那个字面来看的话 其实蛮简单了解的 营养素就是说也许你摄取不足 你的维他命D 你的那个矿物质 比如说你的那个钙质 非用性的意思就是比较少利用 就是少运动的关系 激素相关性的话会跟我们的 刚才有提到的就是男生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甲状腺素或者是副甲状腺素 比较有相关性 那至于药物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话是 来肋骨醇或者是抗根性药 或者是说你因为有自体免疫疾病 而服用的一些 降低你的那个免疫性的一些药物 OK 那好像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 激素相关性 那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会导致 可能我们就要服用这些药物呢 OK 如果是说激素比较有相关性的 譬如说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男女性 女性就是你停经过后 其实你的雌性荷尔蒙的话 就是会降到比较低 那雌性荷尔蒙其实跟我们的 就是说食骨跟我们的造骨细胞 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的话如果是说它的一个急性的下降的话 它会造成我们的那个质量的话 会大量的流失 所以它就会造成骨质疏松这一个危险性 好 那谈认是到底要 假装腺素呢 假装腺素譬如说打杆包 打杆包的它其实也是跟我们 就是它跟我们的生长技术有相关性 当你的骨骼一直在成长的时候 你的骨架在被拉长 可是你的那个矿物质量是不足够的话 它也是一样会造成你很多空洞在里面 所以就不会很扎实 所以你也是一样增加它的脆弱度 好 尤其是在男生在发育时候增高 飙高的很快 那个是一个危险期 好 那要怎么去诊断 到底要怎么诊断说这个 这个青少年或这个小朋友 是有骨质疏松的风险 OK 诊断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是根据 国际临床骨测量学会 它所提出的主要是两个 一个的话是临床骨质死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的话 他是有骨质的一个现象 那通常的话 我们也不会说 无端端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有骨质 通常是发生的事情就是 也许他就是有疼痛 或者是他不小心跌倒 我们带他去做一个X光摄影 然后发现这个小孩子 其实他是有骨质的一个迹象 因为他的那个骨头的话 有裂开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通过 所谓的DESA scan 去测我们的骨密度 好 OK 那如果是有另外一种的话 是我们诊断的方法的话 叫做DXA 就是DXA 是吗 对 这个是怎样的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DESA scan 就是骨密度的一个测量 那什么是DESA scan呢 DESA scan的话 其实它是用不同能量的光子 它是透过我们的就是软组织 譬如说你的皮 进入你的一些脂肪 肌肉 然后到你的骨格 它根据它的那个衰退减量的一个影像摄影法 就好像我们做的普通X光 类似这样的一个concept 可是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的辐射量是很少的 第二的话 它就是说它可以重复性的在测量 以达到最好的一个标准值 然后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国际认可的检测方式 也是我们最佳测定儿童骨密度的一个方法 好 简单来说 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用光照射 它的透彻度 看可以有多密集这个骨格 对不对 好 那如果真的是测出了骨质树松针的话 那其实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枕 就是来帮助它 来提升它那个骨质量 比如说可能在药物上 还是补充品上可以有什么呢 其实的话 如果你是有做一个DESLA scan的话 它是主要以你的那个测出来的量 跟同龄 同性别的族群来相比 如果你是-2的话 那你就是符合骨质树松症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安逸的话 我们主要的一个治疗方式 还是以补充钙质 然后是补充维他命D 还有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 要增加好的一些蛋白质等等 来让这个小孩子的那个鼓密度能够增加 那譬如说也许你们会问我 那Dr.Vivian 小孩子每一天应该摄取多少量的维他命D 或者是说摄取多少的钙质 才为之就是说标准呢 一般的小孩子从3岁到12岁的话 我们一般的recommendation是800到1000 好客 维他命D3的那一个摄取量的话 我会说是400到800 职业中心 好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 谈到这个维他命D还是要多晒太阳 要请教一下Dr.Vivian 一般平均青少年应该摄取 就是暴晒的阳光下需要多长的时间 每天 其实以我们是热带国家来说 我们也不应该会有这些维他命D不足的问题 可是就也许是说科业啊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话 你制造COVID-19 State at home 所以的话如果是以一般的标准来说 我会建议小孩子 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每天如果能够做个日光浴15到30分钟 是最棒的 15到30分钟还挺长的 就在床底下看一下报纸差不多了 刷一刷手机 还有另外一个要提醒哦 那当然你在晒太阳的话 以前是说10点之前 早上10点之前的太阳会比较好 那我们说现在的话 大概9点之前的太阳会比较好吧 那不然可能就是被晒的就是黑黑当 黑咚咚的 就是不要选择那种非常暴晒的时候 搞不好到时候会有皮肤癌的风险 而且另外一个的话 担心的话是因为我们臭养成 就是有个洞了嘛 小小人会担心就是说 UVLINE这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说小孩子 本来他们的皮肤的话 隔离的话就不是很好 那如果是不在在太阳 然后让他们接受更多的紫外线的话 你反而会让他们增加皮肤癌的 这一个危险 是 好的 非常感谢Dr.Vivian 谢谢Dr.Vivian 谢谢张医师 是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 骨质疏松症 尤其对小朋友 还是要曝晒的事还是要小心 然后安全为医药 是 没错 当然就是摄取这个钙质 以及各种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稍后我们有一位营养师 来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补充 千万别走开 当然我们说这个预防还是关键 所以说到这个营养的摄取方面 我们说钙质跟这个维生素D真的是离不开的 所以全部都是息息相关 好 那现在我们就马上请到我们的饮食治疗师 张伟杰 伟杰你好 伟杰你好 大家好 那伟杰 我们先来谈一谈在饮食上的预防 这个骨质疏松症 如果说到这个钙质的吸收 当然这个维生素D也是缺一不可的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摄取到维生素D呢 在我们人体内呢 维生素D主要是帮助钙质吸收的一个角色 那营养跟营养也是有好朋友的嘛 维生素D跟钙质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好 那有什么食物是有比较丰富 维生素D的呢 维生素D属于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嘛 所以多复它的食物来源呢 都是来自比较有油脂性的 很像鸡蛋 深海鱼类这些 都是含维生素D比较高的食物 那通过皮肤曝晒在阳光底下呢 其实我们身体也能自己产生这个维生素D 好 所以坐在窗口边晒太阳喝牛奶 就更有帮助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蛋白质 为什么蛋白质可以预防骨质疏 蛋白质不是这个对肌肉的建设有帮助吗 对骨骼有什么帮助 对 除了蛋白质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人胃酸 然后帮助我们吸收钙质 那过多的所谓的高蛋白质饮食来说 它也会引起过度的钙质流失 对 所以长期使用高蛋白质饮食来讲的话 是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的 好 就是反而有负面效果的 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在吃这些蛋白质 还是维生素D的时候 是不是也非常地重要 一定要与这一个钙质一起同时进行呢 那当然因为我们人体有99%的钙质 其实是储存在我们的骨骼中的 那如果我们摄取量不足的情况下呢 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啊其他的部分流失 所以骨骼这个摄取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如果是从饮食上的话 这个钙质通常我们可以从哪一些方面来摄取的 普遍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 豆制品 然后坚果类来讲的话 对于小朋友来讲 特别注意一些可能会有过敏的情况 其他的话呢就是深色的蔬菜类 OK 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红萝卜跟这个钙是不可以一起吃的 对不对 它会导致这个钙无法被吸收 是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没有什么听过讲红萝卜 它的什么成分啊 还是营养素跟钙质是有碰撞的这个情况啊 OK 那红萝卜也是属于跟精类的食物嘛 它本身含有钙的含量还是会有的 OK 因为我之前有听人家说过 那个Carrot Milk是不要喝太多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好 那这个钙的单日摄取量 因为我们今天是着重在儿童 那儿童的这个钙的每日摄取量 应该处于什么水平之间 若是孩童的话 一岁到就是比较小孩子的情况 就是700毫克700mg 然后三岁到九岁就到1000毫克一天 对 随着年龄增长呢 就是他们在发育期嘛 发育期的话 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也比较高了嘛 所以它的含量呢 就是到1300毫克每一天 好 还挺多的 好 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比如说我们吃什么里头 那就可以摄取到这些量 如果像每个人都每天去计算 那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 很必要地去选择含高钙的食材 那是第一点 但如果是要去算的话呢 就给你一个形容 普通一杯牛奶 正常普通一杯鲜奶来讲的话 可能就100-200毫克 但配方奶粉或者一些高钙的乳制品来说的话 它都有差不多300毫克以上每一份 好 所以换言之 青少年应该多喝一些 比如说牛奶 芝士 这些鸡蛋等等之类的食材 对 可能就要多摄取 那么如果我们很担心说我们摄取不足 我们该不会吃一些补充品 比如说钙片还是什么 那就可以了 对营养补充品来讲的话 第一点 如果是它本身有吸收能力的问题 或者在可能怀孕期间或者一些阶段 需要更多的钙质来讲的时候 我们才会鼓励讲 你可以考虑用营养补充补充品 但千万不要过度地依赖营养补充补充品 所以因为补充品你只能摄取到钙质 但你通过饮食来讲的话 它有其他的营养是对我们日常生活都必须要 是 比较均衡一点 是 没错 所以从年人至20到49岁 每天大概是1000毫克 对 好 那这个男人女人都有差别 女人好像要是群像比较多一点 对 这个老年人的部分 就是50到59岁或者以上 那女性是1200 那男性是1000毫克 那为什么女性要更高呢 是不是担心我们是生小孩 然后该值得流失还是什么 可能这边我稍微补充的 如果是补充成人 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样的 50岁以下 只是到了50岁以上 那可能过了更年期 后我们改变了 所以这些女性来讲 她的社群就稍微比男生多了 这些 好 偏偏女性又常常要减肥对不对 这样都吃不够 真的 就有这个风险 好 那这个建议菜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一些菜单给大家做参考的 是 老师可以很快地帮我们带过一下 这个早餐 午餐 晚餐 这样子大概有多少mg 对 这样子是已经很足够了吗 其实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建议的菜单里面 我们融入了一些 维他命D的食材 钙质的食材 都是在我们日常都 平时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地的去讲 今天就是为了骨骼 我要吃这样子的一个菜单 只是在你日常生活 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平均来讲的话 你不只是摄取足够的 钙质 蛋白质 纤维质 这些都是算是均衡的 好的 好的 刚才还有就是注意事项的话 老师有没有说成年在我们注意 钙质的这个摄取量 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稍微注意 老师 你像我们上班族 我们都喝咖啡的习惯 都比较频密 所以喝咖啡饮料来讲 它都会引起我们的钙质流失 所以这样的就少于 两份的咖啡饮料 那如果是真的有必要 需要喝咖啡来提升之类的 这样也会鼓励 可以加上一些乳制品 像鲜奶类 辣椒这些 就在你在喝咖啡饮料的时候 你也可以补充一些钙质 至少你不会完全的 只是流失掉 好 两杯是吗 就后来咖啡就吃芝士香了 就是最多一天是两杯是吗 刚才有了师说 对 两份 两份的咖啡饮料 不仅只是说咖啡 包括茶 还是一些运动饮料 巧克力饮料 都是含有咖啡饮的 好 那最后 这个高盖的食物将抑制铁质吸收 那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分开食吗 不要同时吃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来讲 是特别是在你都有在服用一些 营养补助品的 因为是含高盖 高铁质的时候 它们互相就是敌人了 但是它有好朋友 现在就有敌人 这样铁质跟盖就是互相对应的 对 了解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赵老师 谢谢韦杰 谢谢 好 那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主厨 要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卖个罐子 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8864的Christina 谢谢Jan 你好 我是Christina 晚上3点钟的8864还告诉你 如果你是JJ林俊杰的粉丝的话 你肯定知道 昨天她举办了一场全球线上听歌会 等一下带你去重温 再来在我们节目里面 也会给你看到她最新的歌曲 除了JJ之外 也有韩国新的团体 还有歌手 她们都要发新的作品了 等一下回来再告诉你更多 把时间交回给火力加油站 今天谁会是主厨呢 希望别走开 我们很快回来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大主厨就是 吴威斌 大家好 好 今天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个是什么 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素柠檬鸡 素柠檬鸡 还有换声音这样对不对 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大家可能常会吃这个柠檬鸡 可是吃素的朋友常会说 这个想要吃柠檬鸡 但是不晓得怎么做 那今天用这个其实是比较快速的方法 先讲一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材料 好 我们有这个清水 这个是要做这个汁的 清水 柠檬汁 鲜柠檬汁 柠檬片可以拿来这个调物 也可以拿来摆设 然后一些这个薯粉是要勾芡的 一些糖 那如果你是要把它比较健康 可以用红糖 因为我暂时找不到红糖 是用白糖 还有就是小许的盐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吃素的朋友 我们应该都会懂得这个素的鸡粉 那这个素鸡粉其实是用蘑菇 跟啤酒酵素做成的 主要是给它提味吗 非常提味 这个味道其实闻起了一点 像鸡精的味道 很香 真的 是纯天然 而且它是这个在我们平时的超市 都有得买 叫做素鸡粉 好 那是没有防腐剂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了解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买了这个豆包 我本身不强调是面筋 豆包还好 因为豆包还是用豆腐皮 做的 豆制品 那如果你是比较勤劳的话 可以买那个冷冰冰冰的猴头菇 为什么用冰冰冰的猴头菇 那个更好 那个更好 对 那个更好 可是如果你要买那个晒干的猴头菇 我们就不太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晒干的猴头菇 要经过很多很多个小时的处理 那个就比较繁杂了 所以买现成的那些会比较容易 对 是 那我现在这个之前已经 时间关系事先已经有这个煎过了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来弄热 加热一下 弄热一下 然后就要开始做那个汁 好不好 对 好 那你这个要准备的就是柠檬树鸡片 那我这个部分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柠檬酸干水 其实这个材料也非常非常地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这个柠檬片 好 然后还有酸干 再加上白糖以及冰块 那就完成了 真的非常简单 你看成品就是类似这样子 那这个完全是清热解锁 而且有维生素C 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那最近天气都非常炎热 所以这个来喝的话 真的是非常解锁的 那怎么来制作呢 首先 先把这个一个空杯 加上大概两颗的酸酶 非常容易 好 加入 然后再加柠檬片 大家如果喜欢酸的朋友可以再加多一些 大概两片 两三片左右 好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好 再把这个加入清水 混合搅拌 然后再加入冰块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简单 对 这么简单 好 那这些也好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有点反复无常 可以清热解锁 是 没错 好 那现在马上进行要做的 就是我们这个汁 我们这个柠檬鸡注重在汁的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水倒进去 然后就加这个柠檬汁 大概是多少的 半颗吗 还是 柠檬大概是半颗就可以 看你的这个量多少 就喜欢酸的朋友的话 可以多一些些这样子 对 不要吃太多 变成酸米 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糖加进去 因为这个里面是有柠檬汁 所以它有一点点酸 好 这个盐也是要加一些调味 这个倒不出 来 好 还有就是这个素鸡粉 素鸡粉基本上 这个是提味 真的好香 对 可以放差不多是一个半茶匙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关 大概火是不要太强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我们的薯粉 进去勾切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主要的还是在于 这个素鸡粉的部分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在网上的那些 是没有放这个素鸡粉的 对 可能味道就没那么足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素鸡粉可以提味 是 然后就勾个芡 对 就可以帮助提味 但是完成了 是的 很简单 对不对 是 那当然如果是只吃素鸡粉 可能大家会觉得那个营养上 可能表面均衡 所以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红椒以及生菜 来做一个陪伴也好 或者是衬品也好 甚至摆盘都好 但是它的营养也非常地足 可以点缀的同时也有营养 对 对 所以这个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吃光光 好 那在勾芡之后 那这个时候再把它煮开 然后煮开过后 这个汁就可以直接淋上去 就很漂亮 就完成了 对吧 是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蒜干柠檬水 就是这样子完成了 然后最后的部分 大家可以再搅拌搅拌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加快乐加入了这个冰块 真的是清凉结束 真的是 看了都想喝一口 好 好 酸酸的 又有点甜甜的 然后有这个酸干柠檬的味道 所以真的是挺爽的 后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好清凉 当然里头也有丰富的维他命C 所以大家一定在这个期间 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 好 那这个时候来 我们就把这个汁拧上去 来 这个主厨真的有水准 不要开玩笑 不要开玩笑 将来我退休过后 只要可以去开 你绝对可以 太厉害了 好 好 好 这个就是给我们摆盘的 这边给大家试一下 好 来 来 来试试维冰的那个手艺 是 这个再一次非常简单 这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这个素鸡片 对 因为有加了这个素鸡粉 它的这个味道是非常丰富的 对 而且它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 就非常地爽口 而且你不会觉得很腻 是 好好吃 大家可以真的选择做 非常棒 果然不是盖的 是不是 不是盖的 今天主持人好厉害 好 那明天的主题 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 钢粥农种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可能免疫力低下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 明天记得守着我们的活力加油战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欢迎发信息 进来 01837-00792 那明天下午两点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